一個很著名的 大家經常引用他的意見 就是一個消費電子著名分析師 郭明琦 他上個月中其實有一份報告 他提到原來中低階的複銅板 已經因為產能緊張 就開始加價了 最大的原因就是AI伺服器的需求 其實這些已經單價上調了 是15至20%了 但是問題是聶Sir 那個情況似乎只限於台灣的供應商 因為組裝訂單主要集中在台灣的廠裏 所以台灣複銅板製造商是最受惠的 如果這樣說的話 是否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故事 輻射到香港建韜職人板那裏 我想大家會留意到 建韜職人板雖然是港股 但是其實它那個業務來講 有超過90%都是屬於內地的 變成我想聚焦方面都是屬於內地的市場 所以對應了 既然一些低檔或者中檔的複銅板 已經有一個漲價趨勢 這一個也是對應了 在內地來講 可能也會有這個傾向 看上年來講 建造精神板在複銅板的收入佔比 就去到98%的 那個收入貢獻是超過160億的人民幣 所以相對去看到的時候 其實在內地的一個市場份 也都是相當是明顯的 所以如果那個行業 是出現一個環球景氣的狀況 對於建韜職人板的前景方面 也都可以看得樂觀一點 好 A股其實也有一隻是做HVLP 上油原材料的混和的 HVLP剛剛講過了 這個銅箔是專門做一些高端的銅箔 用AI加速器那裡的 這個股份其實已經是五天 四天升停的了 短時間升了很多的 原來為什麼呢 其實內地可以做高端銅箔 或者複銅板公司不多的 炒著這隻上油產業先 今天來說都是升了一成 升停板的 至於建韜 其實他們現在的產品 就找不到現在大家 這次主力講關注的 HVLP高端銅箔 但是不用那麼失望著 因為他們在三月中公佈 去年全年業績的時候 已經提到高端複銅板 在AI產業上的應用 它說相關產品剛剛完成開發 現在就跟客戶進行全面測試的 但是就沒有說是什麼客戶 但問題是什麼呢 你已經聽到它原來開始做了 實惑開始有一撇了 那是不是要等它中期業績 有多些更新關於這個HVLP的 然後再做一個判斷呢 聶Sir 我想其實會是 剛才也有說到 本身在這個福銅板方面 就佔了那個收入佔比 是九成八 如果除了看建韜積塵板之外 另外也看回建韜集團來說 就在福銅板的收入來說 都去到一百三十七億的 所以就已經是有一個基礎的客戶群在這裏 另外也都會留意到 就在建韜旗下有一間建韜銅伯的公司 就在簽權來說 都去到65% 所以就其實有了這些基礎方面 無論在一個原材料或者在那個技術上的研發 以至在那個客戶群來說 其實都是會存在著那個優勢在這裏 所以如果只要在那個技術層面 是有一個突破 現在在消息面上似乎也都看到 有這個狀況在這裏 所以我相信就算今年 它的業績表現不能夠反映到這個因素也好 未來兩三年都會逐步反映到業績那裏 對於那個業績的提振 會有一個挺大的幫助的 好 事實上 複銅板項業界兩年都是處於一個下跌的週期 其實大行之前已經是講過分析過的了 見到自己在業績那裏都承認差的 其實它2023和2022年 連續兩年其實業績都出現了一個 大幅倒退的情況在這裏 你現在很明顯看到了 其實AI發展是不是真的會 接下來令到整個行業會進入一個上升週期呢 有沒有這麼樂觀呢 聶Sir 其實在一個中線來看的時候 的確會有一個幫助在那裏 但是正如剛才我們講到的時候 到底在一個技術層面那裏 是不是會有一個很快的接軌來配合呢 這個的確會有一個關注的狀況在那裏 但是如果只要是一個技術層面有些微目也好 我相信對於客戶來說 都已經是一個好消息 特別是現在美國對於中國的高端科技產業 特別的關注度是比較高的 所以傾向上來說 中國一些自己研發的芯片 還有其他高端科技術的需求也是因此 以至到原材料也是傾向由內地自身去供應 那個需求也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相信不單止是自己來做研發 可能見到即行辦有機會都會配合一些中央政策的時候 可能接下來都會加快那個步伐來研發的 所以剛才也有說到就算今年那個業績未能夠反映 所以未來兩三年來講 我相信那個前景也比較樂觀一點 是的 有沒有機會去到2021年那種高峰呢 那時候很誇張 那個純利有67億 去年只剩下9億 差很遠 那我想都要一些時間來做一個醞釀 那可能有機會 可能都要是兩三年後才會有這個狀況 變得對應股價 如果你說譬如見到積層板 高位來講去到差不多20元 現在就8個多的時候 當然有一個比較大的距離在那裡 但是相對上在2022年6月 那個股價都曾經去過14元 那我相信成了利好消息 如果可以站穩到10元以上 那未來一年的目標價 都有機會可以看回14元這些位置